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没洗头,所以见头发挂挂的 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今天这期视频本来我是想一更加女性的视角去聊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点同样适用于男性 所以今天就是来聊一些science 证明说你处于关系的这个人 不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是不值得你去在他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OK,当然就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点进来看这个视频就证明的是 你自己已经对于你所处于这段关系中的男生或者是女生 有一定的质疑,有一定的怀疑,有一定的问号在心里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在正式开始之前 反而我更想让你先去思考一下 你究竟想和这个人处于的关系是哪一种 或者你从他身上你想要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的是出现现在所有你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目标和定位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有很多很多的额外的问题出现 OK,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我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我其中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闺蜜 她在情感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最近正在劝她赶紧跟她的那个so-called男朋友分手 所以当然也从他们两个人的故事 以及其他一些我听到的事情中 我总结出了今天的视频 所以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比较正确的去重新看待你所处于的这段关系中吧 OK,首先先说第一点就是很明显 这个人他每次找你都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他可能是会想让你帮他干一个什么事情 或者向你寻求一个建议啊 或者甚至可能他找你就是为了啪啪啪之类的这些啊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 肯定一个人找你肯定是有一些东西想要让你帮忙 或者想跟你倾诉 或者是想要看看你的意见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OK 但是重点就是每一次这个人过来找你 他都是会索取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关心过你的生活 你的状态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你懂吗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这个人只在他需要你的时候找你 其他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根本就不太需要你存在于他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女生的话 他可能更甚至的可能会向你索取一些金钱 或者是一些想要什么礼物之类的吧 就是跟钱相关的东西 其实这个点一直是我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女生 我不会向男的要钱 我也不会向找男的要礼物啊 或者要什么东西之类的 就是这个是完全在我的一个认知之外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一直特别好奇 就是什么样的女生 就是女生找男生要礼物之类的 她是以什么方式啊 就旁敲侧击的去跟你讲说 哎呀我想要这个什么 还是怎么样呢 我不懂啊 然后包括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周围听说过的女生找男生要红包 就在微信里 就是反正我个人是不太能理解这种行为的 就是你干嘛要找男的要钱呢 但是确实是有这种行为的 你们可以给我留言 就是如果你们经历过的话之类的啊 就是给我留言 我就挺好奇的 还有一个点是 其实这些女生是真的缺钱没钱吗 还是她就是想要男生给她花钱呢 I don't know anyways 这第一个点映射到了我朋友的经历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属于 每次找他就是想找 要需要他帮忙的 就比如说 需要他帮他翻一个东西啊 或者是订一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帮他买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帮他在网上看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但是对于我朋友的生活啊 工作那些东西他都没有主动问过 都是我朋友自己去说的 然后当我朋友去聊跟他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对方的反应其实并没有很配合 就并没有很像一个应该是陪伴者的角度去跟你去沟通和交流的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个男的总让我朋友掏钱 就比如说他们一起去旅行之类的 然后像我朋友去订酒店 或者是去干什么 然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其实 嗯 这又有点聊远了 但是我想稍微说一下 就是又提到了男女朋友之间的这个花钱的问题啊 其实我会觉得两个人 A是OK的 但是比如说假设在我看来 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旅行是 这个男的想要这个女的陪他的话 那我会感觉大部分的钱应该是这个男的住 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毕竟女生是被邀请的那一方 然后 所以可能在我看来大头的钱应该是男的掏 那可能吃饭的一些小钱 可能是这个女的掏 大概是这个状态的 但是这个男的就是属于什么都让我朋友掏 而且这个男的还比我朋友大很多 啊 反正就是这个男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点 我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朋友还一直一直放弃呢 所以刚刚那个让我朋友掏钱一定程度上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男的也不愿意给这个女的掏钱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如果一个男生不愿意给一个女生花钱的话 当然就话我说回来 我不是说一定要男生要给女生花钱这个概念 而是说他都不愿意给你花钱 就是在我看来钱 花钱这个行为 其实是最容易去做的 他比你要 比如说你要爱情 或者你要付出 或者你要更多行动上的东西 是更简单一些的 因为你就是花个钱就行了的 连这么简单的这种行为 男生都不愿意去做的话 那更别提他 他愿意为你干点其他的事情了 当然前提就是这个人是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 他是可以去 花这个钱的前提下 其实我之前对于男生跟女生花钱的这个点 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比较算得清的AA 因为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从小的教育之类的吧 但是我朋友也一直在跟我讲这种 他就认为的是如果这个男的都不愿意给你花钱的话 那他其他那些他就更不愿意做了 其实我会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就是这么个点啊 医疗扯远了 OK 第二个点就是拒绝正面的沟通 就每当你们遇到了一些比较认真的问题 或者需要讨论的问题 或者需要共同去 无理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有各种借口 比如说他忙啊 他很多事情啊 然后他现在没有时间啊 或者他现在不好受啊 他头疼啊 就各种各种借口 然后去延迟你们这个比较正式性的一个对话内容 出白了就是各种找借口 各种不想要在很多认真的问题上 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 更甚至有可能的是 当你拿着这些问题再跟他去吵架啊 或者是再跟他去argue的时候 对方就会觉得反而你怎么会这样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怎么跟我吵起来了呀 他对方反而会拿你跟他着急的这个点 反向的去认为这都是你的问题 就是这种情况 我真的是见太多 我真的是会觉得这种人挺 挺没有担当的 就是很小的事情都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正面的去面对 反而还会把矛头指向对方说 你为什么在一直逼我做出一个什么决定 或者逼我干嘛干嘛 我现在生活都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你为什么还不能体谅我一些这种 反正这是经常男人会用的一些借口啊 我讲讲又变成一个女性视角了 anyways继续吧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诸多借口 避免正面沟通 然后下一个点就是你们之间每一次的见面啊 什么的都是你去安排的 对方没有任何积极主动的行为存在 更甚至他可能都没有一些欲望和冲动 说想跟你一起干个啥 或者我想见你之类的这一种 所以你们每一次见面都是你自己主导的 然后你自己去告诉对方说我们要干什么什么 然后对方来去配合你的这一种啊 其实说到这很明显的能看到在这段关系中 你们两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付出就是不平等的呀 就对方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愿意去making any effort 他就是习惯了你的存在 然后习惯了你的所有付出 反而我将看不到你的任何付出了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稍微付出一丢丢事情 都会觉得哎呀我都这样子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这一种啊 我真的是觉得挺无语的 就是嗯 尤其我会觉得虽然在一段关系中 我不能说两个人百分百的爱都是平等的 百分之百的付出 百分之百的行为都是对等的 但是最起码的是你不能够理所应当的去take 去去去接受所有对方对你的好 而不去appreciate it 而不去做出一些东西来 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看得到他的这些存在与行为的 但往往很多关系都会慢慢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挺恐怖的 其实我会觉得满足以上三种任意一种 都不值得你再继续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 或者说再处于一段关系中了 我会单纯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没有重视这段关系 他并没有很重视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他也并没有很珍惜你对他的这些付出 和你给予他的这些爱和关怀 这个人就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 那其实在我看来这一种人 他不太适合处于一段非常稳定的 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良心关系中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了我不能否认说很多人都是在慢慢磨合和成长 学习去如何经营良心关系的 但是尤其我朋友这个他俩都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我朋友真的是给这个男生很多很多的时间与耐心 就是一直相信这个男人是可以有一天看到他付出的这一切的 但很可笑的是这个男生比他大很多的 但是一直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很恶心的点 是也是最近发现的 就是会发现这个男生就对我朋友是这样的 这个男生对他周围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都特别好 都特别的会照顾 会打理 会计划 但一到我朋友这就是属于 没有任何计划 没有任何行动 对就是这种 就是不愿意在我朋友身上付出过多的一丁丁一丁点的精力 他都不愿意的这种感觉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个男的有点厉害的点 就是他会跟我朋友讲 他们要的东西是一样的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 可以生小孩的 但是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他们是异地的 所以包括见面也是不会给一个准确的时间 每一次见面都是我朋友 我飞过去找去见他 我朋友提前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留出各种时间 然后全都给到了那个男的 但是当比如说要求这个男的飞过来找他的时候 就各种借口 各种什么忙啊 没有时间啊 需要计划呀 其实我还是只能说当局者迷吧 就是作为我 作为他的朋友这么多年 看着他这个关系一路走来 我真的是 我早就跟他讲过了 就是分开吧 但是我也知道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分也挺难的 而且毕竟也会有一些情感羁绊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对于这个男的而言 其实这个男的对我朋友也是有情感的 只不过在我看来是这个男的知道 我朋友是非常非常爱他的 也不会离开他 所以这个男的才一直把我朋友的所有付出都 看似可能很淡然的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反正你不会离开的 反正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 这种状态 但是我好奇的是 真的我朋友如果真的跟这个男的分手的话 这个男的会 极力挽回吗 还是这个男的就拉倒了呢 我挺好奇的其实 所以接下来我这个视频 其实也希望能给同样有这些经历的 你们看到吧 就如果你们也是处于这种 关系中的话 真的 虽然我知道是战术不要疼 但是我会觉得真的就是扔掉吧 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真的是属于一个叫什么 比较能止损的 就是当我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且我付出了我的努力想要去改善它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的话 我会选择扔掉这个东西 而且真的是长痛不如短痛 所以我其实不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这种 不健康的关系中的 因为我知道有的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 更何况你想改变一个男人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说的已经说完了 最后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是在一段关系中 不论是什么关系啊 我会觉得两个人如果对这段关系的发展方向 目标是一致的话 其实你们就排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像我朋友其实很明显就是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男的想把我的朋友作为一个 比辈他高级一点 但是又没有到人生伴侣这么上升到这种高度的一个关系中 就我会觉得我朋友对于这个男人而言就是属于 如果可能在过几年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 那我朋友是一个很合适的结婚对象 但是可能已经没有这么喜欢了 但是还是有感觉的 就给我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点是在于 如果你也处于被似这种关系中 就是两个人很长时间了 但是又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两个人的感觉呢 也说不上来多好 也说不上来不好 相互可能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但是可能一定程度上 当外界诱惑来了可能也抵挡不太住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就趁早就分掉吧 除非你们可以接受open relationship 可以有open marriage 那ok的 那你们继续 否则我觉得赶紧分开吧 就是想要东西不一样的 那干嘛两个人相互拖拉拉扯呢 包括我也跟我朋友说 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概念 一个理论就是 你一定要扔掉你生活中一些消耗你的东西 你才能让一些积极的东西进来 就是在我看来 这个东西就是 就这么多的空间 它就是比较守红的一个状态 你只有扔掉那些 过于消耗你的东西 你才有空间腾出来 去吸引其他的东西进来 你只有把自己状态挑战好 你才能吸引那些好的东西来 来进入到你的生活中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其实特别特别的 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和这个男的彻底的分开 当然希望今天视频 可以帮到你们吧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那就下期再见 Peace